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书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小跳槽变成大怪兽,硬气城市恐慌的故事,怪兽在巴黎。 故事发生在1910年的法国巴黎,埃米尔是电影院的一个放映员,一天,埃米尔陪朋友罗尔到某科学家的实验室送货。 科学家恰好不在,两个人不顾猴子的阻拦,强行进入了科学家的超大森林实验室。 胡乱动实验室的药品,其中有一种药可以瞬间让植物长大,罗尔想私吞这瓶药结果引发了大混乱,猴子身上的一只小跳槽被变成恐怖巨怪。 怪物跳槽逃出了实验室,将一众市民吓了个够呛,市民们立马向警察局报了警,整个城市陷入了骚乱和恐慌,很快警察就找到了罗尔两人,可是局长却放走了他们。 局长感谢他们给了他壮大自己威信的机会,他是要消灭怪物。 晚上,怪物跳槽就出现在酒吧,他拉响了酒吧后门的门铃,酒吧助唱歌手露西听到后打开了门,怪物跳槽被门板撞到了阴影里。 露西以为自己撞到了老人,谁知竟是一个站起来七尺多高的巨大跳槽。 露西当即被吓晕了过去,跳槽却温柔地抱住了他,露西很快就清醒过来,看见眼前的怪物,他急忙逃窜进了酒吧。 这时,外面下起了雨,跳槽伤感地在门外唱起了歌,原来跳槽十分温柔无辜,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么可怕。 相反,他有着一颗纯洁的心,露西听到后打开了门将跳槽放进了酒吧,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弗兰卡,为了掩人耳目,还将他打扮成一个歌手的样子。 很快,弗兰卡就被酒吧老板发现,但是老板并没有认出弗兰卡就是怪兽跳槽,还将他推上台进行表演。 意外的是,弗兰卡和露西的表演十分默契,就这样弗兰卡躲过一劫,可是很快就被好友埃米尔和罗尔发现了异样。 露西只好说出了实情,没想到被酒吧的服务员偷听到了,第二天,服务员就带着警察来到酒吧,幸好弗兰卡早早地藏了起来,为了打消局长的念头,他们设立一个局。 在第二天局长开会的时候,露西被邀请上台唱歌助兴,几人让弗兰卡故意出现在台上,然后拿着杀虫剂一顿乱喷,弗兰卡顺势躲进暗道,几人又开始宣扬药物起了作用,跳槽已经被还原了,所以不用再担心怪物了。 本以为天衣无缝的计谋却很快就被局长识破。 局长发现了暗道里的弗兰卡,逃出枪要射杀他,弗兰卡一跳,跳上了楼上的十字架,再一跳,跳上缆车逃走了。 露西几人赶紧赶上和弗兰卡会合,局长则在身后紧追不舍,很快几人就来到了三大河边,局长也追上几人,就在这时弗兰卡的身体有了异样。 贪心的局长却不依不饶,他必须要杀死弗兰卡,让百姓信服自己。 为了抓住弗兰卡,他不惜将露西几人推下桥,幸好露西身上带着一颗向日葵,罗尔将之前在实验室偷来的药滴在了向日葵上,很快向日葵就长出巨大的跟径来,几人因此成功获救。 可是局长那边也成功打中了弗兰卡,当他们爬上去只看到弗兰卡的衣服,以及得意洋洋的局长。 这时,内务部下达了命令,局长为了私人利益对无危害者展开了疯狂追捕,所以局长被成功逮捕了。 虽然黑心的政客被逮捕,但弗兰卡的死让露西十分伤心,连演出都没了兴致,但很快他就在舞台上听到了弗兰卡的声音,原来弗兰卡没有死,而是药物失效恢复了原形。 就这样,他们过上了快乐的日子。 电影以轻松的基调开始和结尾,中间却通过故事告诉我们,一个可怕的黑心政客比真正的怪物还要可怕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